鸡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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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文康 我熟睡了 我喜欢打橄榄球 本来我妈妈不停地叫我 你去玩橄榄球了,玩橄榄球了 我就说不好不好 但是,我是一次了,我喜欢了 所以我现在在玩橄榄球 我们去了香港,也打了几场比赛 有些赢了,有些输了 但是我们也很开心了 因为他对小孩的锻炼生育很好 特别是早上的时候 他可以享受阳光,可以享受空气 然后对小孩的成长非常好 第二个原因 他可以帮助小孩 教小孩怎样去防卫自身 自身的防卫能力很好 因为之前我小孩是做跆拳道 但跆拳道因为他在室内 是室内的活动 然后他没有享受到阳光和空气 所以我觉得让小孩在室外的有氧运动 是好过于室内的运动 对小孩身体非常好 让脊椒小孩的自身力 还有他的自身的防卫能力 各方面都很好 对小孩的成长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 而且没有活动 好像很有健康的活动 这个问题不是的 因为在我们很多传统 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就觉得这个橄榄球 是外国人的运动项目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现在因为这个整个世界 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世界越来越更小 整个的这个运动 它是一体的 对身体很有好处 就是很多人都误认为这个 这个 Rugby呢 它就有暴力的成像 就是教小孩 可以去攻击别人 其实这样不是的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 每一个运动项目 它都会有一个那个 就会发生一些就是 意外的 就是当然这个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Rugby呢它是有 就是有这种 就是也会有这种潜在的发生 但是这每一种 运动项目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教小孩它怎样去避免 或者怎样去保护自己 这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一种意识 光念建立在小孩的很小 锻念的它的那个 光念里面 就是对它将来的成长 会有一定的好处 无论它遇到多大的挫折 或多大的困难 它都会迎刃而解 都会有自己的自信心 和建立自己的自信 和坚强的毅力去克服它 对小孩成长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锻炼锻炼运动项目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也是中国人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参加这个项目 非常好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项目 就是Rugby呢 可以教我们的小孩 从小去锻炼它的一个 就是准备将来它的生活 它要面临着一个 一个是顺利和一个失败 因为小孩子他们会有一个机会 去香港去参加那个橄榄球比赛 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会存在 一个是获得胜利 第二个是会失败 然后呢 因为在我们的将来的生活当中 小孩也会面临着 就是他有成功取业的时候 也会面对失败的时候 就是让他有一个准备 就是一个准备的一个心理 从小就有一个面对将来的生活 是怎样的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去面对他 就是失败的时候 也要陈述得了 然后喜业的时候 是也要也会能够高兴的带来 将来是什么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小孩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个团体运动 他从小培养小孩的这个 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 就是张牌这些小孩 他们蛮长大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工作岗位 或者是任何地方 他们都是需要是团队合作的 不可能是一个人 单独去完成一个工作 和一个项目的 所以就这个这个 这个行动可以断练小孩 就是让他从小就接触一个 就是同时之间 或者是同学之间 朋友之间相互协作 合作 就能够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 这个开始 让他对将来面对将来的生活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呃 锻炼锻炼下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 就是非常好 就希望你们的小 希望大 因为我们作为父母 都希望小孩从小锻炼 他怎样去面临将来的生活 将来生活 任何的生活里面 都是存在着失败和生命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人 是一个社会 一个一个团体 他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世界里面 就是让他适应 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对他将来的成长非常有好处 如果大家对这个橄榄球有兴趣的话 可以 第七六的早上 十点钟 可以到那个足球场 奥林匹克运动场 联系 这里有 这里有 有 你们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然后 呃 然后他的费用卡 呃 收费也是非常非常便宜 他其实他不是一件收费 他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 因为 呃 所有的 呃 就是 教练都是 免费在这里 教小孩 教小孩的 他们是没有任何 任何工资领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公益项目 希望大家把小孩带来这里 能够 就是 参加这个运动 小孩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准备 对他们的将来 好 我是七 我要 我爱玩 Ruggy 哈哈 给了 好 好 我 cracked